蜀雷宝斯蒙在囚图 依旧研习了此番系列 音乐舞蹈 搞笑卖萌的电影套路 真正与动画的结合 亦是相得益争 满载欢乐的公路之旅 虽未常有和惊喜 甚至显得那么低幼 不过作为一部 合家欢的动画喜剧 无疑它是合格的 动画片一直是小伴的最爱 虽然好多人可能觉得幼稚 但是音乐部分的出彩 一直是小伴钟爱动画的最大原因 这一集当中的 大卫要和他的新女友萨曼莎 一起去曼阿密参加音乐发布会 要把三只花莉鼠和萨曼莎的儿子 麦尔斯留在家中 阿尔文 塞文 于喜多 猜测大卫会向萨曼莎求婚 并且抛弃他们 而对花莉鼠们毫无好感的麦尔斯 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双方达成共识 共同踏上前往麦阿密 阻止求婚的旅途 影片的重点放在了三只花莉鼠 与麦尔斯之间的关系 逐渐的改善上 从相互厌恶到了解对方 最终成为好伙伴 原本中规中矩的题材 却在仅有的人物关系 塑造上做的是相当敷衍 音乐大排队 似乎成了影片各种断绿的凝合剂 而花莉鼠们与大卫之间的关系 更是给人一种草草鸟事的感觉 没有看到影片对家人这一主题进行更深的挖掘 由大卫克罗斯扮演的前三部大反派 伊恩 自这一集中不见了踪影 全而代之的是一个 无论是设定还是表演都让人说不上来的 是复古还是成道加勒的变异空井 确切的说呢 这个变异空井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出球而存在的 给主角们带来的威胁几乎是零 从开始追查到最后到达迈阿密 每一战都是同样的套路 这个反派的积累性呢 表现在了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埃尔文等人的直接威胁 其次是该反派的存在 并不对构成影片核心主题的情感造成威胁 与大卫这条线呢 更是没有直接联系 所以呀 无论怎么看 空井这个角色都是由一缕景片之外的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原来的味道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了 这已经是系列的第四部 从国外上映的口碑来看呢 这一部并没有挽救该系列自第二部以来 不断下滑的趋势 六只花莉鼠依然是萌到爆炸 但已经完全没了第一部给人带来的惊喜感 其实啊 这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来说的 真人与动画结合的这种模式的黄金时代 似乎已经过去 所以能否玩出新花样就取决于故事本身了 不幸的是啊 从故事来看呢 这一集可以完全融为平庸的方案了 花莉鼠们对各种流行音乐的翻唱 依旧是全片的亮点 瞬间找到了最初的那种感觉 在片中的乐队前成员本人也带着 加入了狂欢的行列 除此之外呢 影片的配乐也偶尔呢 会给人小小的惊喜 比如《惊婚记》中的《玉石杀人》的音乐配到了 花莉鼠们对于麦尔斯折磨他们的想象的画面上 《黄金三标课》中的经典旋律 但尽管如此啊 音乐在第四部当中却有些变了味道 一场场精彩的音乐狂欢 就好像把整部电影变成了一段一段的MV 不再像之前系列中融入到情景发展与情感推进的核心之中了 而是成为了情感肥皂区中简简单单的调味品 单独拿出来再多再精彩也免不了一种玻璃感 当然影片在笑点的制造上呢还是合格的 小伴我甚至看到了不少致敬其他喜剧的影子 飞机舱内呢 那只惹了大麻烦的猴子耍剑的状态 完全就像是从博顾馆奇妙夜中的片场跑过来的一样 而之后动物大闹机舱 则让人想起了加飞猫二中的桥段 三只花莉鼠 刷爆功力不减当年 机场安静的搞叫桥段呢 让人是隐峻不惊啊 尽管那小伴之前吐了不少槽啊 但如果专的是没什么期待值 只是想去电影院吐了个乐呵 主来宝四还是能顺利完成任务的 选在这个时间段上映呢 还基本都是中文配音 已经说明了影片的 作为合家欢类型锁定的消费主体 而且又一想啊 连喜洋洋的大电影都能出那么多部 主来宝又有什么理由不呢